我認為它有點帶有一些諷刺的意味在 我去找好好講開 如果... 因為... 我... 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一直老是在誤解我的 可能是行為 這次我跟好好的風波 再次我先至上最深層的歉意 對不起 我整件事情發生下來 我沒有怪罪任何人 因為整個問題就是在我身上啊 大衛網YouTuber Lulu 日前與同為吃貨的網紅好好 疑似因比賽統一時間上篇問題產生糾紛 女方甚至還封鎖對方 好好也公開PO文證實被封鎖的消息 之後被低卡嚴上惹 21號 Lulu先發道歉聲明滅火 沒搞清楚細節就以單方面立場來下定論 導致事情一發不可收拾 這整件事情 我對好好實在是非常抱歉 顏色的火越燒越燒 我們找來Lulu一口氣還原事件 店家舉辦大衛網比賽 丁丁Lulu等人組成一隊 好好也有參加 最終由丁丁Lulu這組獲勝 18分16秒 18分16秒 結束後呢我就有去問好好說 啊你為什麼沒有找我 就開開玩笑而已 就是簡單的虛寒問暖 好好給我回覆就是說 不是我找的這樣 丁丁她在12月24的時候 那她就是有參加一個節目 喬玉好好就有問她說 我們要不要一起組個盾 那好好當下的回覆就蠻簡短的 告訴她說吃飯兄弟已經找她了 丁丁被兩人拒絕 原以為是兩兩一組 結果是好好跟哥哥一組 弟弟跟丁丁各自在一組 總共三組 於是丁丁就跟小幫手討論 是不是大家都要一樣 避免觀眾會覺得分組有疑慮 於是小幫手就找店家詢問 最後店家決定改為進入決賽者 對外找尋隊友 在比賽結束後 接下來上了片之後呢 好好就在底下留言 然後就說好可惜喔 我們沒有同一組 然後這樣哭的一個表情 我的理解是 不是你拒絕了丁丁嗎 怎麼會突然又來留言說 好可惜沒有同一組 就又再打一個問號 這樣子的心態跟意思是什麼 於是露露轉向電玩群友人訴苦 我玩任何遊戲都是沒有使用過我是網紅這個身份 然後去帶風向去想要黑任何人 就大家其實抱怨完就沒事了 就是一個很純粹的一個遊戲群 其實我交友一直都還滿沒有防範的 我很信任別人 因為我認為別人對我好 我就也會想要回饋給他 再來是我認為這是需要密碼 還滿隱私的一個群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有一個共識是說 今天這個這麼隱私 所以如果你沒有經過他人同意 其實是不太可以去公開他這個對話內容 不管是什麼都一樣 緊接著又發生肉多多事件 我告訴你我要來自虐了 因為他們推出的那個大胃王套餐 真的太看起來太好吃了 二月露露上片肉多多業配影片 好好在底下留言真好可以搶先挑戰 我認為雖然我之前有跟好好合作過 但其實不代表說我們合作了一次就會成為朋友 後來我就選擇想說我直接開門見三的問他說 嗯你那個肉多多的留言是什麼意思 但他把它說成是 嗯沒有啦我覺得你挑戰成功很厲害 然後又因為我後面還有問到業配的事情 他就說如果你不說我都不知道是業配 過不到一個禮拜就有一個A女跑來找我 跟我說你知道好好在你影片底下留言 是在說你有業配真好這件事嗎 有人還對Lulu秀出對話記錄 表示好好在一月看到肉多多宣傳帖文 立刻截圖表示他們找Lulu去業配真好都不找我 那其實我不知道其他人看到這樣的對話 跟自己感受到的會怎麼思考 那對我來說當初我確實被諷刺了 然後我當下也其實在那個時候也被欺騙了 在發生肉多多這一次我就覺得不行我要去跟他講開 那結果我去找他講開解開誤會 但我得到的回應卻是這樣 所有的時間點還有事情都串聯在一起 我當下的心情我真的覺得是很生氣 然後也很受傷 所以我才認為說那我決定要跟你疏遠 再一次我們為大家梳理時間點 也就是2月9號六人大胃王火鍋上片 抱組隊疑慮 2月10號Lulu在電玩群抱怨好好 2月23肉多多上片好好留言 3月9號Lulu找好好對職 Lulu在4月22與數名大胃王YouTuber 參加泰國蝦大胃王比賽好好也是參賽者之一 活動結束後我跟捷克就在閒聊說 大家有沒有要一起上片 我就請捷克去詢問好好說 那捷克給我的回應是 他已經開始在剪片了 所以不打算跟我們一起上片 接著好好就在5月12號上片泰國蝦 封面標題本來是FitLulu叮叮 後來標題封面出現更動 我沒有選擇去跟他講說 你把我把它撤掉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已經放上去 再撤掉其實不太好看 觀眾也會開始猜疑說 你幹嘛突然大改封面這樣子 那可是呢我也確實從這一些事情 開始了解說我們的做事風格真的不太一樣 蛤好怎麼會沒片我不知道啊 他沒有跟我講原因 但那個時候有問他 但他就是說他就先剪了 那就上片吧沒關係 後續就算有人主動提到好好說 他的片量怎麼可能不夠 我就說我也不知道欸 因為他沒有跟我講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反正今天大家都有全力選擇自己要什麼時候上片 其實從頭到尾我不是自己主動提到好好兩個字 520的直播後雙方矛盾正式引爆 此時露露才得知在六人大胃王比賽 好好原本要跟吃飯兄弟同一對這件事 讓露露情緒相當不滿 好好當晚將自己被封鎖的畫面上傳IG 有些人以為我是先封鎖了他沒看到了 所以他才聯絡不到我 但事實上我都還沒有封鎖他 我是看到那篇線動 然後我理解上落差 再加上就是我認為 其實你明明就可以私底下來找我 然後講開什麼什麼這種情緒 然後就直接封鎖了他 後續我有解開的原因是因為 我有跟公司討論 那他們都覺得我當下其實太衝動了 就算我當初其實是跟私下朋友訴苦 但是只要你的內容外流讓當事人看到 那他不舒服 那他有任何情緒都是很正常 不然好好也不會選擇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來跟你做回應 事情後來的走向就是有點超出我的預期 所以我才覺得說那我也還原當時我的一些 認知的一些想法 雙方溝通出現落差 因此引發一連串誤會矛盾 你沒有機會再一個人好好再當朋友嗎 我覺得大家都受到傷害了吧 但是相信他 相信好好可能承受了更多 我沒辦法想像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那邊願意原諒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可以 有些人會認為為什麼我不是選擇去找好好 而是選擇去跟粉絲這樣子的一個詞 去跟他們去可能帶風向 但整件事情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我覺得是我的情緒可能控管不夠成熟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說要帶風向 或者是黑化好好 然後請他們去攻擊他什麼 其實這應該都是我要想到的 是我自己太沒有防範 所以導致說整件事情發生 我不怪任何人 就是我自己的問題比較大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時間 是會到成立嗎 人被欺騙了一次之後 就會徹底對這個人更多的不信任 對 喔哭爆喔 當然一定哭爆啊 因為我覺得是 老實說我認為 是因為我相信別人 然後我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 然後也有就是 覺得自己身邊的人也受到的傷害 還有覺得自己真的太幼稚了啦 我爸媽就會問 我爸媽就會問 然後我其實不太敢講 我都說沒事我可以處理好 因為我 我一直覺得我很真誠在對待別人 我但我沒有想到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一直老是在誤解我 吵架肯定都不好受 不管是哪位大胃王 擁有打不倒的胃 肯定也擁有打不倒的精神 經歷這一番事件後 也祝福大家都有所成長啦 我們下期見